叔叔 叔叔 妈妈怕烟味 作为家里的男人 我们得好好保护他 所以我们选了方泰智能油烟机 蝶以环膝四面八方不跑烟 保护他的美丽和健康 3月8号万锦金融在西尔顿酒店举行记者会 正式宣布大型歌唱选秀类活动 2017中国新歌声登陆多伦多 2017中国新歌声原名中国好声音 多伦多赛区是由万锦金融跨界主办 万锦娱乐文化承办 发布会上万锦金融总裁李略详细阐 阐述了公司与好声音的缘分 以及一个专业的金融公司 如此执着地主办娱乐文化活动的深谋远虑 我觉得娱乐特别是关于音乐方面的一些活动 是全人类的一个通俗的一个语言 那我也非常尊重每一位歌手 那么他们在角逐最佳的名次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付出 每一个人对此表现出的敬业 那这是我们跟我们公司的一如既往的公司的传承的理念 非常的吻合 所以说我们会今年第二次去进行中国圆名中国好声音 现在中国新歌声的活动 李略表示今年就赛制来说 最大的改变是不用递交demo 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台唱歌 接受导师面对面的评判 这意味着所有人都能登上舞台 都可以过一把明星瘾 万锦金融的业务发展总监孙莹也表示 对远在海外的加拿大华人来说 中国新歌声是一个通往梦想的舞台 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去年在多伦多举办的海选中 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 进入到加拿大全国总决赛中 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今年他们期待挖掘出更多具有音乐实力的专业唱将 此次新歌声多伦多赛区的承办方 万金娱乐文化也在发布会上正式亮相 万金娱乐文化的执行董事Nick Wang 是去年中国新歌声加拿大全国好嗓音奖的得主 从多伦多赛区的海选一路过关斩将 杀入全国总决赛并取得不俗成绩 今年的中国新歌声也吸引了大批赞助商 踊跃参与 我们认为这个社会都非常好 因为我们都非常地支持 我们感觉到我们喜欢给给大家 我们会赞赞赞助商业 我们在过去宣伴参与文化的功能 我们将将将继续发展展到更多资料 因为我们也认为 有很多资源及力量 中国和美国人一起带来加拿大 还有这种各种论性和艺术的角度 本次活动从2017年2月28号海选报名启动开始 将历时两个半月 2月28号到3月31号海选报名通道开启 4月14号到4月23号连续两周六场海选 4月29号半决赛 5月13号总决赛 届时将评选出优秀选手到温哥华参加加拿大全国总决赛 顶尖选手将有机会回中国与明星导师面对面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